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名叫做《麻省理工深度思考法》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2万字 我会用大约22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透过现象看本质 如何用深度思考来精准解决问题 我们身处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工作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很快查到答案 但总有些问题会周而复始地出现 比如减肥各种方法层出不穷 但往往都只是短期有效 过一段时间问题又会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 《麻省理工深度思考法》这本书认为 原来我们的思考很多时候都只是停留在对现象的解读 得出的办法也只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治标而不治本 要想认识到本质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还需要深度思考 深度思考是书中提出的一种不被表面信息迷惑的思考方式 它从全局和动态的眼光看待问题 通过清晰的逻辑推理 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从而彻底解决问题 之所以命名为《麻省理工深度思考法》 是因为这种方法源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系统动力学理论 作者平井孝志20年前就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生学院去的博士学会 现在是驻波大学的一名教授 他曾就职于戴尔 星巴克 贝恩咨询 罗兰贝格战略咨询等多家国际知名公司 对全球战略 新市场开发 市场营销等领域有着很深的研究 在书中 作者详细介绍了深度思考可以利用的思维工具 并给出了进行深度思考的具体步骤 还列举了大量案例 讲述了在生活和商业实战中 人们可以怎样通过深度思考来着有成效的解决问题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我会分三个重点来为你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 妨碍我们深度思考的思维定势有哪些 第二个重点 怎样借助模型和动力机制来帮助我们深度思考 第三个重点 怎样深度思考来解决问题 好 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妨碍我们深度思考的思维定势有哪些 练过冥想的人都知道 让头脑停止思考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的大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 但人们往往误解了一件事情 就是花时间思考或者认真思考和真正有成效的思考 其实是两码事 我们看似认真努力的背后 却常常会陷到错误的思维定势之中 最终得出无效的答案 在介绍深度思考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影响深度思考的思维定势 避开容易犯错的陷阱 作者提出了以下九种错误的思维定势 第一种思维定势 是因果倒置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思维定势 就是把解决问题的注意力放在结果上 而不去寻找导致结果的原因 比如说工作没完成 马上就想到用加班来解决 其实工作没完成是一个结果 正确的思考方式是应该先来分析 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作没完成 然后针对原因制定对策 比如工作没完成可能是工作量太大了 也可能是效率不高 那就可以采取申请支援 或者购买提高效率的工具来解决 而因果倒置不关注原因 只关注结果 最后只用简单的加班来处理 这种思维定势会使解决方法 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 可能暂时是有效的 但过一段时间 问题又会出现 毕竟只要工作量和效率维持原样 加班是没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 再举一个例子 你可能听过包治百病的笑话 说的是这么一句话 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 是一个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个 这是一句哄女朋友的玩笑话 但是背后的思维逻辑 却是典型的因果倒置 解决女朋友生气的问题 送包不是不可以 但这只是注意到了 生气这个现象本身 而生气的真正原因不找到 总有一天 送包会失效的 其实前面说的减肥失败 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往往从肥胖这个结果出发 得出要去运动或者节食的对策 而导致肥胖的原因可是很多的 如果是内分泌失调 那一味道去节食 不但于事无补 最后还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第二种思维定式是满足于普通解 这里的普通解指的是 解决问题的方案普通常见 常常会适合所有人 就比如说 一起到减肥 马上就想到运动和节食 这就是常见的普通解 普通解看似正确 其实正因为对所有人都适合 所以效果一定不理想 作者认为 以上两种思维定式是最常见的错误 也是比较初级的错误 除了这两个 还有一些定式会让受过思维训练的人 也犯错误 比如第三种思维定式 依赖框架 学习过思维知识的人 应该都知道SWOT框架 SWOT是由英文单词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的首字母组成 这个框架也是从这四个方面 来帮助我们思考问题 但是作者指出 框架虽然可以帮助我们思考 但是框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采用框架时 有些人会满足于用框架梳理信息 而忘记了进一步利用信息去深度思考 比如 按照优势 劣势 将信息都列在纸上 就仿佛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 不再做进一步的判断 第四种思维定式是范围适应 范围适应是指按照类别划分事物 用总体印象去代替具体个性 去解释事情 比如说 评价某人太感性了 马上就会有人说 因为他是文科生啊 或者说一个人爱干净 也会有人解释为 因为他是处女座呀 这种思维定式的最大问题 在于为所有现象贴上标签 得出的答案并不是来自思考 而是全部建立在想象或道听途说 这样的基础上 第五种思维定式是思考止于关键词 我们经常在讨论事情时 会听到一些抽象又时髦的词汇 比如说蓝海 比如说提供价值 这些高度抽象的词汇就是关键词 作者说 当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想到关键词后就停止了思考的脚步 比如说 认为创业找到蓝海就行了 却不会继续思考 到底什么对自己来说才是真正的蓝海 这种思维定式的主要危险 在于容易让人陷入似懂非懂的状态 而不去寻找具体的解决办法 第六种思维定式是执着于初步假设 在寻找答案时 我们往往会有一个初步的前提假设 比如假设降低成本就能提高利润 然后就按照这个假设 去解决如何降低成本的问题 但是如果过度执着于自己的假设 就会看不到更多的解决方法 比如苹果手机就是通过增加成本 来提供更多价值 最终实现提高利润 执着于初步假设 容易使我们陷入固不自封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 以上这几种都是一些 即便受过思维训练 还是容易犯的错误 但是作者也说 陷入这些定式 虽然会导致思考不全面 但还是进行了一些思考 还有一些定式 表面上是在思考 其实骨子里根本就没有思考 我们来看下面这几个定式 第七种思维定式 忘却思考的初衷 忘却思考的初衷 是指在思考过程中 忘了最开始要解决什么问题 进入到一种被大量信息淹没的状态 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 有些人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表达 但是却听不出他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忘记了思考的初衷 大脑没有思考 只是身体在机械的运转 第八种思维定式是偏重过程 偏重过程是指解决问题时 总是强调下一步要去做什么 如果你问这种思维定式的人 该怎么解决问题 他会回答说 我们将严格按照程序推进 确保生活完成 仿佛执行程序就可以得到全部答案 这在流程比较完备的组织中会经常发生 人们习惯于把执行的过程当做了思考本身 可以说 这种思维定式是一种逃避思考的表现 第九种思维定式是失去独立思维 这种思维定式是指自己懒于思考 习惯于随身附和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于上下级的对话中 下属往往不做思考 就随口附和上级的意见 长此以往 这个习惯会严重妨碍我们建立深度思考的自信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 妨碍我们深度思考的思维定式有哪些 作者提出 有九种思维定式在妨碍我们深度思考 其中因果道治和满足于普通解 是最常见的思维定式 他们很容易产生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 而依赖框架范围适应 思考止于关键词 执着于初步假设 这四种定式属于思考不彻底的定式 会让人得出似是而非的答案 最后 忘却思考的初衷 偏重过程 失去独立思维 这三种定式可以说是逃避思考的定式 陷入这三种定式 本质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在思考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重点 怎样借助模型和动力机制 来帮助我们深度思考 明白了阻碍深度思考的思维定式 我们来看看深度思考该怎么做 作者认为 所有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 导致其发生的模型和动力机制 弄清楚这些模型和动力机制 就可以揭示事情的本质 从而彻底的解决问题 而深度思考就是去搞懂 这些现象背后的模型和动力机制 模型和动力机制 是作者从系统动力学中借鉴的两个概念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模型 在系统动力学中 模型也叫做因果循环图 简单的说 就是把现象和所有会影响到现象的要素 都画在一张图上 然后通过分析这些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来认识本质 举个例子 比如想要明白商业中销售量变化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那么就可以去观察商品销售的过程 把和销售量有关的因素全部提取出来 比如价格和需求 然后把价格需求和销量 这三个要素写在一张纸上 并用线头标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比如需求增加将导致销量上升 价格提高将导致销量下降 这就组成了一个简单的模型 通过研究模型中需求和价格对销量的影响 就能很好的认识销售量变化这个现象 当然除了价格和需求 能够影响销量的因素还有很多 比如宣传力度 产品质量等等 我们可以继续提取相关的要素 组成更加丰富的模型 要素提取得越全面 对销售量变化的认识就会越深刻 说完了模型 我们再来看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在研究模型时 引入时间的维度 观察在长期的时间流逝中 各个要素会怎样变化 最终又会出现什么趋势和结果 在静止的一个时间点上 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 而一旦放大到足够长的时间 这些关系就可能发生变化 比如拿刚才的销售模型来说 刚才大家已经知道了 需求增加将导致销量上升 现在我们为模型注入动力 让模型在时间的维度上运转起来 再来看看销量是否会一直上升 从长期的角度观察模型就会发现 开始需求增加确实会导致销量上升 这没有问题 但销量一旦持续上升 就会导致供给短缺 这又必然会引起价格的上涨 所谓的物以稀为贵 而当价格升高后 人们会转而寻求其他廉价的替代品 这又会导致需求的减少 需求少了 买的人就少了 竟然销量又会因此下降 所以长期观察模型就会发现 要素并不是简单的向着一个方向发展 销量并不会一直上升 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点有起伏 这就是动力机制 也就是对模型的观察 不能停留在运行一次的程度上 要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 去观察模型的运动 只有在运动中看清楚各个要素的变化 我们才能最终看到事情的本质 好了 这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深度思考是致力于研究模型 和动力机制的思考方式 模型是找出构成现象的要素 并分析要素间的因果关系 动力机制是把时间引入模型中 从一个长期的角度 推演模型的动态和趋势 模型和其中的动力机制 对应现象背后的本质 通过研究模型和动力机制 我们就能更加深刻的认识本质 到这里我们来说一说第三个重点 怎样深度思考来解决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了 模型和动力机制对应现象的本质 作者认为解决问题从现象出发是不行的 只有深度思考 调整模型的要素 通过改变模型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作者认为应该遵循四个深度思考的步骤 第一步建立问题模型 第二步解读动力机制 第三步改变固有模型 第四步在实现中不断完善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每一步都应该怎么做 先看第一步建立问题模型 模型由组成现象的要素构成 建立模型首先就要找到这些构成模型的要素 那么如何去寻找这些要素呢 虽然我们面对的问题千奇百怪 也都对应着各自不同的要素 但是作者建议 我们可以从五个角度去总体把握这些要素 分别是输入角度 输出角度 竞争角度 合作角度和影响角度 输入角度就是从投入模型中的各种资源进行考虑 比如生产出现问题 那么投入的技能 材料 时间等就是从输入角度想到的要素 输出角度是指模型最终输出的结果 比如最终的产品或者是提供的服务 就是从这个角度找到的要素 竞争角度是指考虑那些与输入输出要素 存在竞争关系的要素 比如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企业 合作角度是指考虑那些能够相互配合 或能给予支持的要素 比如生产中部分零件的外包企业 影响角度是指考虑能够对模型整体 做出重大影响的要素 比如决定是否采购产品的买方公司 除了在这五方面寻找要素 作者还建议 我们还可以从模型中一个具体的点出发 在不同的层面上继续寻找要素 比如说 刚才我们已经从生产层面找出了很多要素 那么现在选择一个要素 比如设计能力 然后从管理的层面切除 继续看看还有什么要素能对设计能力产生影响 比如生产和销售部门的沟通就可能对设计能力产生影响 那么就可以把沟通这个要素继续加到模型中 从五个角度和不同层面寻找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要素 然后把找到的要素画在一张图上 仔细分析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就为问题建立了一个了解其本质的模型 接下来我们说说深度思考的第二步 解读动力机制 静止的模型不能准确反映本质 解读动力机制才能精准地接近本质 作者提出 我们在观察模型的运转时 应该重点关注两件事情 首先 要注意模型各要素之间是否具有非线性 非线性这个词本来是个数学名词 说的是两个数量的变化没有比例关系 作者借用这个词是想表达 要注意各个要素间的联动方向 要素之间的变化 可不是你涨我也随着涨 你降我也跟着降这么简单 比如企业的利润 开始时可能会随着规模扩大而增加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 可能就会保持平稳 最后还有可能因为支出的规模也扩大了 利润反而会降低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个关系 理解成规模越大利润越大 那对模型的发展趋势就会发生误判 其次是要从不同要素的视角考虑问题 比如在刚才的那个商业模型中 从生产企业的角度考虑 增强设计能力可以提高产品的功能 从而增加销量 而从购买方的角度思考 可能暂时并不需要更多功能的产品 而是需要更多数量的产品 那么增强设计能力来扩大销量 就是对模型的错误解读 好下面我们来说说深度思考的第三步 改变固有模型 模型对应着本质 想要解决问题 只有改变固有模型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从哪里去改变模型呢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但作者建议要注意三件事情 首先要明确 原因不一定靠近结果这个思想 这里说的靠近 是指模型中位置的靠近 也就是说 当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时 这个对策可能在离问题很远的位置 比如刚才销量的例子 销量降低 看似是离它最近的价格升高导致的 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 可能出在其他层面 比如管理层面的沟通不利 导致了供货不及时 那么我们就需要 在更远的管理层面去制定对策 其次要将寻找范围 扩展到受影响的方方面面 作者认为 在寻找对策时 要将思考范围 扩大到模型的所有要素 还以上面为例 首先要对模型的要素逐个排查 比如成本 质量 价格 管理等要素 如果判断出了问题所在 比如是管理层面的沟通不利 那么对于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要继续深挖 把所有可能影响沟通的想法 全部列出来 甚至是沟通人员 最近的健康状况 都不要放过 最后是正确理解前提条件 作者提示 模型都有自己的前提条件 在寻找对策时 可以先看看 前提条件是不是合理 还说刚才的例子 比如公司是通过 上下级指令的方式进行沟通 那这个前提条件 就是指令能够快速的被执行 如果我们发现 其实大家执行的效率并不理想 那就说明这个前提有问题 可以从这里入手寻找对策 比如重建沟通渠道 或者干脆直接提高 个体之间的沟通效率 好 下面我们来说最后一步 行动在实现中不断完善 作者认为通过前面三个步骤 我们已经建立了反映本质的模型 也在模型的运转中发现了问题 并且制定了解决的对策 如果一切顺利 到这里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 但事物的构成往往都是复杂的 一次就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要想真正解决问题 还需要在实现中不断重复第一步到第三步 循环往复几次 根据反馈的信息去修正模型 最终达到治标又治本的目的 好了 这就是本书的第三个重点 通过深度思考来解决问题 第一步是要建立问题模型 从五个角度和不同层次寻找要素 第二步是解读动力机制 注意要素间的非线性关系和转换不同视角来考虑问题 第三步是改变固有模型 要明确原因不一定靠近结果这个思想 要将寻找范围扩展到受影响的方方面面 要正确理解采用对策的前提条件 第四步是在实现中进行完善 要多次重复以上三步 最终彻底解决问题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 我们讲到了 妨碍我们深度思考的思维定式有哪些 作者介绍了九种思维定式 其中因果倒置和满足于普通解 是最常见的思维定式 它们很容易产生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 而依赖框架 范围适应 思考止于关键词 执着于初步假设 这四种定式 属于思考不彻底的定式 会让人得出似是而非的答案 最后 妄却思考的初衷 拼重过程 失去独立思维 这三种定式 可以说是逃避思考的定式 陷入这三种定式 本质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在思考 其次 我们说到了深度思考 是致力于研究模型和动力机制的思考方式 模型是找出现象的构成要素 并分析要素间的因果关系 动力机制是把时间 引入模型中 从一个长期的角度 推演模型的动态和趋势 模型和其中的动力机制 对应现象背后的本质 通过研究模型和动力机制 我们就能更加深刻的认识本质 最后我们说了 怎样通过深度思考来解决问题 第一步是建立问题模型 要注意从五个角度和不同层次寻找要素 第二步是解读动力机制 要注意要素间的线性关系和转换不同视角来考虑问题 第三步是寻找改变固有模型的对策 要明确原因不一定靠近结果这个思想 要将寻找范围扩展到受影响的方方面面 要正确理解采用对策的前提条件 第四步是在实践中进行完善 要多次重复以上三步 最终彻底解决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